大家好 欢迎大家学习 第1子SHIRL编程语实践 今天我们学习 第7章节SHIRL中函数和数读的使用 这一章节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个是函数的部分 第二是数读的部分 在函数部分中 我们首先看一下SHIRL函数的定义 什么的函数 以前我们学习这个C语言 还有一些C加J语言 我们同样也学习过一些函数 函数就是说 将一组命令集 或者语句形成一个可用的块 这些可用的块 来完成一个复杂的程序功能 这些语句块就成为函数 编写函数的目的 是为了清晰我们的程序 然后方便我们程序的调用 函数写的非常清晰的话 语句非常明确的话 那么我们的调用过程中就 就非常简单 来引用这个函数 来调用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看一下SHIRL函数组成 在SHIRL函数里面 这个函数是分入两部分 第一个是函数名 函数名 什么叫函数名 函数名就是函数名字 注意这个一个函数中的函数名 是唯一的 如果一个函数中函数名 你这个定义入干戈 那么在这个调用过程中 会发生稳乱 所以说这个函数名一定是唯一的 然后是除了函数名之外 这函数体 这函数体 所以函数内部命令的集合 来实现一个业务的功能 这是函数体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SHIRL函数定义的格式 这函数怎么定义的呢 首先是funks funks 然后函数名 然后小括号 注意啊这个funks是科技师忽略的 然后另外一个注意的点是 两个小括号 这小括号内部是不带任何参数的 这一点一定要和 一定要 一定要注意 这个和我们C语言或者C比较语言 定义这个函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我们记得吧 这个C语言里面是函数名 小括号里面是不是带有一些 叫 叫形式参数或者是那个 形式参数列表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SHIRL里面是不带任何参数的 如果说你这里面写了一个 函数名的话 函数名里面带参数的话 那么这是不对的 写语法 其实是过不去的 然后呢 funks加函数名加小括号之后呢 记得一定要加一个大括号 大括号内部是一些命令集 命令1 命令2 这样完成一个 完成一个程序的功能 函数定义格式 就讲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下一部分是 函数使用方法 这里面有几个例子 在学习函数里面 学习的函数过程中啊 主要是 讲这个函数 第一个是定义 怎么定义 然后怎么使用 我在这个 在使用方法 在使用方法里面 我立了三个使用 三个使用 第一个是函数的定义 引用实例1 最简单的一个定义 引用 就是我们 编写一个 函数的时候 是怎么引用的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看程序 这个玩数的功能是 演练函数的定义 以及引用方法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本啊 这些脚本 进号得别注释 就不说了 首先定义一个函数 方式 后面 函数名字 叫print wacom 这一个函数名字 这个小括号 记得小括号里面是不带任何参数的 一定要注意 这一步的完了之后呢 首先有个大括号 要把这个语句题 给它包起来 一定要给它包起来 然后呢 这样一行行的命令 构成了 构成了一个函数题 构成了一个语句的 语句的集合 就是函数题 好 这个函数的定义 我讲完了 对不对 这就定义完了 如果 第二个函数呢 直接用函数名来调用 直接用函数名来调用 好 这就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 再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函数的名字 定义的时候呢 这个funks这个名字 是可以去掉的 你可以不加这个 不加这个 funk的这个名字 直接用这个 printwacom 小号 再定义就可以 也可以的 好 我们执行一下 进行这个胶本 看一下 fh 1.h 1.h 那么它就用了 对不对 它就用这个 这个行动器是 首先输出 这个 这段话 对不对 输出这段话之后呢 然后 再输出 wacom 然后 now time in date 好 就是 输出当前的时间 是什么 对不对 好 这个讲不讲完了 然后我们看 看第2个脚本 第2个这个实例 向函数传递参数 向函数传递参数 这个演练 我们记得 这个传递参数的时候 是不是在那个 我记得好像在那个 在脚本 脚本里面是不是也 用过这个传递参数 对不对 还记得吗 到了1还到了2 都一直都到了n 对不对 这些参数嘛 对不对 是不是 比如说我一个叫 fine checkfine 这个才是后面的边 fine name 记得吧 这是那个脚本的参数 怎么传递的 在这里面不一样 我们这里面是学习的是 函数中 怎么传递的参数 好 其实像函数传递参数 跟脚本中传递参数 是一样的 我都用这个特殊变量 到了1 到了2 一直都到了 有几个变量 我们就传递几个变量 用这些特殊变量 来传递变量 含数取了这些变量之后 取了这些变数之后 然后呢 然后将相应的这些变量值 传递给 我们在含数内部定义的某些变量 这样的话 我们就将这些变量值 传递给它 函数内部 进行相关的运算 这就是函数的传递 函数的变量传递 好 我们看下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共同是这样的 向函数传递一个变量值 对该变量值 进行相关的运算 并输出结果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脚本 就要 funk 下方向2.30 看一下 看一下这脚本 减号数式 就不说了 然后呢 定义一个 函数 Function Sarm Sarm名字 对不对 小号 小号里面不得认可探数 对不对 好 下面是两个大号 内部是 语句体 函数体 也许是 好 看函数型的功能干什么的 输出这一段话 然后呢 以复判断 刀的减号 然后是不是等于2 什么叫刀的减号 刀的减号是不是有判断 我传递参数的个数 对不对 是不是 还记得吧 在这地方一定要注意一下 刀的减号 好 传递参数个数如果是等于2的话 然后输出 复合函数要求和参数个数 就两个 然后呢 将这个A1这个变量 将道的1 这个值 传递给A1这个变量 将道的2 这个值传递给A2这个变量 然后呢 这个求和 A1等于2 是不是 如果你的参数个数是不等于2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 输出这个减数要求的参数个数不符 然后重新输入 所以让大家看一下 应该要掌握一下 好 最后呢 输出 这个值 输出这个 输出这个到了A1加到了A2等于到了farm 这个减数题 这个减数的功能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求 传出两个参数 然后求这两个参数的和 对不对 好 我们直接再给你看一下 然后 我们看一下 还没讲完 还有一个 减数题讲完了 对不对 下面这个减数的调用 怎么调用 是不是用这个减数名字就可以了 后面给你这个变量 是不是 有几个变量 有两个变量 对不对 那么10和90 我传两个变量之后 你就是求这两个变量的和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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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90 等于100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改一下两个参数 传出两个参数 传出三个参数 看对不对 90 加100 看看我们传出三个参数 是不是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不对的 参数要求 参数各式不符 请重新输入 这地方就是说明中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参数体 要控制这个程序 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地方一定要注意 行了 好 我们改回来 第二个这个 实例又讲完了 看第三个实例 第三个实例 你看一下 函数文件和脚本就是原列 函数文件和脚本文件不在同一个文件里面 你如何定义个这个 定义个函数 什么意思呢 这个函数的 定义函数的文件和这个脚本的文件 它不是一个文件 它是两个文件 或者是多个文件 那么我这个脚本文件是如何调用这个函数文件呢 怎么调用 这个地方主要是严格这个功能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功能 这个程序功能是这样的 输入一个文件的路径 然后打印出这个文件的MD5 代表这要信息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 叫funk 下方下方下方 点函数 好 这个 警号 可是注释了 就不看了 对不对 看一下函数 定义 要funk 空格 函数名 两个小括号 不在任何参数 记得 一定要注意 然后两个大括号 内部表示函数体 看函数体的功能干什么的 if 判断 传递 参数的个数 是不是等于1 如果是不等于1 ne not eq 不等于1 如果不等于1 表示 这是成功 对不对 然后执行 参数 参数个数有误 请输入一个参数 必须传入参数 一定是一个 多的就不对 如果不是1的话 我们 传递参数格数 不是 传递参数格数 就是1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 是1的 alt也就是 是1的 等于1的 好 文件名 等到了1 就后来呢 文件名就是 传入了第1个参数名 那个 传入了第1个参数变量的 10 对不对 然后呢 md5等于 到了 好 表示 执行这样的 我们的一个命令 好 下面就是输出 这个文件的 md5 这条信息 是等于 到了md5 这个参数值 对不对 这个 从函数的功能 就是做这个的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函数的文件 是不是一个 独立的文件 这里面是不是 没有做一个 引用 对不对 没有引用的 没有没有 没有调用这个函数 对不对 这只是一个函数 函数 函数 没有是一个引用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 调用 函数调用的 标本 叫 太子 房 号 看一下 好 这个函数的功能 是这样的 引用函数载入与调用 怎么载入呢 点 空格 这地方一定要注意 空格 然后文件名 好 先载入这个函数 现在我要引用这个函数了 我把这个函数 载入进来 载入进来 表示我这个 我这个 标本文件里面 有这个函数 函数的定义了 好 下面 Y 这个 Y循环 这是一个 无线循环 对不对 这是个 无线循环 然后 逗和当 是一个组 对不对 循环体 然后呢 里面有这样的 root 刚 P P 是刚 提示 是不是 还记得吧 这地方一定要注意 然后 然后 从键盘里面 获得 键盘里面 输入一个 就要为了路径 然后就这么路径这个值 传递给 Fy这个变量 然后呢 求 函 好 这里面是调用 调用的函数了 对不对 然后将这个 文件名 作为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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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然后传递函数名 好 这个生意功能就这样了 就是我传入一个文件名 求这个 文件名 对应的 M 文件的 M第5 M第5码 成功就这样了 好 我们直接来教会看一下 这个文件名 我们看一下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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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一下这个文件吧 点 点 写号 点写号 ip 好 这个文件名 是 M第5码 是这样 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一下 再执行其他一个文件 叫 Test1.30 Test1.30 这个文件 好吧 那么 那么 输入这个文件 怎么输入呢 点 能输入吧 点 写号 Test1.30 好 上网友或者一个 点 点 Test1.30 这个 M第5码 这样信息 好 再输入一个 其他的 这个文件吧 这个文件吧 看看这个文件的M第5码 点 写号 好 这样 这个程序的功能就是 就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无线循环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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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程序 那么我们怎么退出呢 扣除C就可以了 好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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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函数文件和交本文件 不在同一文件里面 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 如何引用这个函数 就是如何将这个函数 导入到交本文件里面去 应该掌握方法 什么样的呢 有点 空格符 然后后面跟文件名 这个方法一定要掌握 一定要掌握 非常重要 好 这些个函数的这个功能 函数的定义和使用方法 我就讲完了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作业 今天的作业是这样的 首先呢 第一个一定要掌握 塞尔函数的定义 怎么定义一个塞尔函数的 和C语言函数的定义 有什么区别 应该掌握 第二个是 掌握向函数中传递参数的方法 怎么传递一个 变量 怎么传递一个变量 或者传递几个变量 怎么接收函数体 如何接收这个变量 大家应该掌握 第三个是 如何引用一个外部函数 并定义一个函数 函数如果说 这函数文件 独立存在一个文件里面的 那么我叫某文件 如果函数文件 是不在一个文件里面去 我如何引用这个函数 如何定义这个函数 这个大家应该掌握 好 最后一个作业是这样的 编写一个函数 统计一个文件的所谓行数 统计一个文件的所谓行数 并变成这样一个标本 以一字打印 这个目录下面的 所有日之无印的行数 这个目录 这是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下面可能有多个文件 有那么多的文件 我如何 调用这个函数 来输出这些文件的行数 说到这里 我给大家提示一下 你首先变成一个函数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变成另外一个程序 再变成另外一个标本 然后这个标本里面 调用这个函数 来完成什么功能呢 完成这个统计 某一个文件 所以函数 这样一个功能 好 这四个作业大家 在下面一定要掌握一下 好吧 行 今天的课程讲完了 谢谢大家